大家好,我是Harry 我是英国人 但是因为我这个父子 有时候很难能跟人解释 我为什么是个英国人 我只好跟他们说 我爸妈当年在英国 找够了社保 才落了户 所以我现在算是一个 新英国人 确实好多人不相信 我是英国人 所以我听到过 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是哪儿的人 我在哪儿被认得最多 就我在英国 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事让我很烦 就是因为我这个肤色 每次有人来参观学校的时候 他们都只找我 握手合照 每次我都有一种感觉 我对他们说 欢迎来到我们的学校 他们心里想 欢迎来到我的国家 有一次一个英国王子来参观 我根本就不想握他的手 我还故意藏在后边 可是还是被他跳中了 他指我的字 还有一点 热不罗帝国的余晖 然后我就假装没看见 他就开始说话了 你 Yes you the boy the boy with the special face 第一次有人用这种词 形容我的肤色 还是高端人厉害 能用一个这么讲大的词 带来这么多奇事 最后 我还是给他握手了 因为我知道他特别需要我 那我就给他个face 第一次有人相信我是英国人 就是在中国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学说完 我是英国人 他立马拉我到一个诡异的地方 他说这叫English Corner 那是第一次我听说这个词 我以为是一个老相会 然后他在那大喊了 这个人是英国的 所有人开始把我围起来 然后排队 他们根本不关我说什么 每个人都在How are you 一直问这一个问题 回答有点太容易是不是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I'm fine too 然后我在那被困了一个晚上 我才知道English Corner是什么意思 就是拿一个English Person 给他读在一个Corner 当时特别像一个选换剧的场景 剧的名字叫 重生之我在英语角当老外 后来我发现我这个长相当英语老师也不太吃香 我当时上班的学校规定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都得假装来自欧美国家 而且如果孩子和家长发现我们会说中文 我们会被发钱 可我们这样遇到问题 因为这帮孩子会用中文骂我们 我们在那还在傻笑啊 然后开学的时候 我们三个老师每次需要介绍自己 让家长选择我们 然后第一个来自印度的同事 Hello my name is Angit I'm from Canada 我今晚想问 Negada 然后第二个 Hello my name is Yuri I'm from Russia sorry sorry from Scotland from Scotland 家长打断他 不用看了 这么帅 就他吧 小众说等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老师来自英国 家长一看我 他 英国的 哪也不像英国的 除了他头发 我很生气 可是没办法 人家是客户 我就能咬着牙介绍自己 我说 Hi I'm Harry I'm from London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eaching your son today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他的独立语啊 为什么 他就外国人说这个 什么问题吧 我死海拔 他是个外国人 他们才相信 我是英国人 然后那个家长就愣了两秒 问了小长 他的英语是跟谁学的 我们想上那位老师的课 我听完我特别生气 我实在忍不了 我说嘿 英雄不问出处 他跟小长说 他的语文老师 我们也要 我现在发现所有外交都开始转行了 他们都开始当老外网红 我的网红朋友跟我说 Harry 你当不了网红 我问他们 为什么呀 我中文还行啊 他说不 你中文不行 你没有老白强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 你不会大惊小怪 不管你见到什么平常的东西 你都得激动 比如吃火锅 我爱火锅 美食脱口秀 还是中国人长得好 我爱火锅 他谁敢说呀 大大大大大大 起了起了起了 讲的那家有一个地道 太昼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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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我确实当不了老外温红了 我只能吐槽和揭露他们的套路 因为如果我做不了 那大家都别想做 谢谢大家 我是只能掌握火秀的Harry H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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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